测试一下抓老鼠神器 刚从网上买了一个抓老鼠的神器 后院的储藏室的小房子里面 进了一些老鼠 很讨厌 我想了一些办法都没有成功 用老鼠夹还有粘的 效果都不太好 今天试验一下 网上评价还不错的 这个在网上买的几块钱 但是它只卖盖子和楼梯 这个小楼梯 你需要自己准备一个 随便准备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颜料桶 我也是找了一个废弃的 这个颜料桶 非料桶还是什么东西 然后就是套在上面 它如果喝不太 如果你觉得不太合适的话 下面可以用双面胶再粘一下 然后这个我再用花生 给它粘合一些花生放在上面 这样就是做幼儿 但这个第一次做不太懂嘛 它这个花生放太多了 就是它是有重量的 你如果放太多花生了 它就很快就也不行 只放我试验了一下 试验了好几次 最多也放一两颗 因为它这个连小老鼠都能抓到的 就敏感度比较高 有些人用这个花生酱和其他的食物做幼儿 但那个很容易搞得很脏 所以我想了一下用热熔胶 把花生呢粘在最前端 这样它看到前后都有花生 它会往前走 这样就是它吃不到 它吃不到花生就落下去了 落到这个桶里也爬不上来 热熔胶粘合花生的好处 就是它粘的比较结实 它吃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反复的抓 因为反复的掉下去 花生孩子依然在 其他的老鼠看到这个花生还在 还是反复的会上去 周边呢我放了一些花生驴和黑驴 做幼儿 这样让它知道里面是有好吃的东西在里面 昨晚上已经放进小房子了 今天去看一看效果 然后把一只小òsio吃掉 哇哦 我一直 我一直 要在 一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